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俄乌战争第855天 我们继续对俄乌战况进行报道与分析 首先发布一下乌军总参部发布的最新展报 昨天俄军约伤亡1加260人 乌军摧毁了俄军3辆坦克9辆装甲战车 42套火炮系统,5个防空系统 24架防空无人机 61辆汽车和11件特种装备 今天最重要的热点录下 一据报道,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 作为两国军事联盟的一部分 朝鲜最快将于下个月向俄战顿涅茨克地区 派遣一支陆军工程部队 目前美国国安部已经宣布将对朝鲜军队 在乌坎战场上加入俄罗斯军队的可能性进行监测 如果此事成真的,俄朝两家自此深度绑定 传了许久的轴心似乎就成行了 不过有消息称,传说中的一级迫于压力 已经决定后退半步 看来仅仅以利相交,终究是南城气候的 与韩国电视台报道,对面有十个工程兵旅 其中的三个已经是做好了外派至乌克兰战场的准备 名义上他们将去乌东地区建设被毁掉的城市 并获得每年1.15亿美元的报酬 为了防止外派人员逃跑 送去乌克兰的士兵必须要有家事 且在本国境内 这让我想起了某个人,他应该去更合适 由于过度的名利心,某某人经常极限压宝 以至于过去几十年间压错了N次了 但因为尺度太大 且活太狠 同时又没真的获得他所梦想的帝王师待遇 以至于他无数次的错误 现在反而没法提了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与美国军方广泛的合作 以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非法使用其兴电 27日整列向乌克兰运送M109L15毫米四行榴弹炮的火车 通过意大利火车站站台 一架乌克兰米格战斗机 向俄罗斯发射法国250公斤的铁锤华翔翼炸弹 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埃查尼亚呼吁欧盟 在其与俄罗斯和白洛斯边境建立700公里的防线 以保护欧盟免受来自莫斯科的军事威胁 匈牙利总理尔尔班为了表示他的立场 一直拒绝与兹连斯基谈话 今天罕见的与兹连斯基沟通 这可能和国内游行抗议欧盟和北约内部剥夺其话语权 眼看船快沉了 开始跳船求生有关 在哈尔科夫北部战场上的消息 乌军在沃尔昌斯克的反击基本上进尾声 这里最终成了俄军的葬身之地 随着北部战线的连连实力 俄军的逃兵也大量的增加 包括俄军第83禁卫空突旅 紧急撤出前沿阵地 这时车臣的督战队也上来了 俄军的督战队一般分三种 第一种是随军督战队 第二种是无人机督战队 第三种是战地督战队 显然车臣的督战队属于第一种 为了避免溃逃车臣人不得不加大了惩戒的力度 甚至是向逃窜士兵直接开火 他们的精锐阿赫马特种部队 也紧急前往增援 但依然无法阻止俄军的溃败 对此 乌军甚至是直接进攻车臣督战队 主动的帮助俄军的溃逃 6月27日 乌军第93旅 在沃尔昌斯克攻入第一学校 并控制了高尔基公园的周边区域 目前 俄乌双方还在骨料厂区域积弹 而后续赶到的俄军增援部队已经是被截断 整个沃尔昌斯克局势已经在乌军的控制之中 而在乌冬战场 乌军第60旅 第63旅和第95旅等等发起了反击 重新夺回了特尔纳和亚姆波利夫卡 以东超过5.5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是北约炮弹增援的最直接的体现 俄军在战线迟迟无法向前推进的情况下 主要还是依靠大型轰炸机投掷重型航空炸弹和基础炸弹 采用焦土战术狂轰滥炸 特别是在大东巴斯地区的恰西夫亚尔和阿瓦迪夫卡 一些焦火区域 基本上已经是被炸成了废墟 当然了 交通枢纽 红军村和恰西夫亚尔 这个200米高的小高地 是俄军砸重兵 想要重点攻克的两个阵地 但是乌军使用火炮和无人机的优势 挡住了俄罗斯人进攻 并且继续加大了防御力度 乌兰在后方还成立了由警察部队组建的三个旅 目前其中的一个旅 已经是被派往了恰苏加尔前线增援 面对整个带单 重置成城的乌军 俄罗斯人想用人浪冲锋换土地的策略 恐怕是难以实现 最后 仅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之前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话题 你永远不能失去希望 你永远不能失去自由 你永远不能失去独立 否则 你将会失去所拥有的一切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静静的等候这场历史大戏高潮的一幕 二 北约32个成员国刚刚投票 一致推荐 一致推荐荷兰首相吕特 担任下一届北约秘书长 10月1号生效 吕特是坚定的乌克兰支持者 普京的批评者 也是一个行动者 荷兰是最早为乌克兰提供F-6战斗机的国家之一 自战争爆发以来 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此外 被俄罗斯悬赏通机 三 乌军继续袭击俄境内及被占领土上的俄军设施 击军什么表 乌军无人机摧毁了比尔格罗德地区 墨舍诺耶村的一所用作俄军基地的学校建筑 内里距离乌克兰边境25公里 本次袭击导致一名俄罗斯军人死亡 令人受伤 二 比尔格罗德通往乌克兰的铁路某处也遭到袭击 受损严重 三 克里米亚方向到达角的一座仓库昨天被摧毁 俄军经常在该地区向乌克兰境内发射沙西特无人机 三 俄罗斯方面证实乌克兰水面无人机正不断的在萨瓦斯托贝尔湾布雷 四 卫星图像证实 在最近对维利诺通信中心遭到导弹袭击后 克拉苏哈电子战综合体被摧毁 目前在卫星镜头中还可以看到该综合体所在位置的标筒 据A星消息人称6月27日凌晨 俄联邦特格尔州的雷德金斯基实验工厂 遭到了四架无人机的袭击 工厂管道屋顶和一座车间建筑遭到破坏 没有人员伤亡 所有员工都已撤离 该工厂是特别尔州最大的化学生产设施之一 生产四十多种用于各种用途的产品 尤其是该工厂还生产航空燃料 六 松绑后的乌军正系统性 推毁俄境内的俄军弹药库存 这是沃罗涅日州的一个大型的俄弹药库 在乌军袭击前后的卫星图像 可以看出两栋库房被夷为平地 七 乌军也在系统性的摧毁俄在边境地区集结的俄军 以使他们永远无法进入乌克兰 今天一架乌军米格29战斗机 向俄比尔格勒德地区的俄军阵地 发射了两枚SM-250炸弹 说说战场态势 昨天和今天乌克兰前线态势都无明显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俄军开始了新的碰瓷 已开始对乌克兰北部边境的另一处进行攻击和侦察 这次是在哈尔科夫地区的附近 目前战斗正在进行中 以巴木特前线查索夫亚尔方向最激烈的战斗 主要集中在运河地区 控制运河对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 乌军昨天通过小福反攻 将运河小区的俄军推离了河岸区 俄罗斯目前正使用温压弹 对乌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 试图像巴木特和阿富迪布卡那样摧毁一切 这是今天的查索夫亚尔 已经跟巴木特差不多了 二 阿富迪布卡前线 乌克兰总统赊连斯基和总司令 希尔斯基上将 昨日视察了保卫波克罗斯斯克的乌军官兵 并领发勋章并颁发勋章 阿富迪布卡以西的战线目前比较稳定 泽连斯基应该对将士们的表现相当满意 三 汉尔科夫前线 乌军昨日袭击了在哥拉斯境内的后勤补给车队 自从海马斯解禁之后 俄军再也不能在比尔格罗德从容集结 以及输送补给支撑哈尔科夫前线战斗了 过去24小时 乌军在哈尔科夫前线消灭了124民主侵者 并摧毁了三个俄罗斯炮兵系统 由于战况不利 俄军内部逃兵人数不断的增加 车臣阿赫巴特特种部队的人员 被转移到该区担任拦截部队 将逃兵开火 波夫昌斯克方向 目前激烈的巷战仍在进行 乌军已经收复了镇区的绝大部分 此外 哈尔科夫行动指挥部发言人尤里波夫赫证实 俄军正在努力解除工厂的封锁 解救他们的士兵 但没有成功 昨天 紫连斯基已抵达布鲁塞尔 将签署 乌欧双边安全协议等三项重要协议 欧盟将加入美国 日本 英国 德国和法国等17个 已签署类似 已签署类似双边条约国家的行列 承诺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的侵略 协议将确保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致力于 向乌克兰提供广泛的支持 无论欧盟内部发生什么制度变化 据波兰媒体RMF报道 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安全协议 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涉及安全与国防 包括九项具体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现代武器装备 人员培训排雷 核安全和网络安全支持等 第二部分 涉及民事方面 主要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 该文件还承诺保护乌克兰难民 起诉战争罪得人人继续对俄实施制裁 并利用冻结的俄资产支持乌克兰 特别是其重建和经济 这个双边协议的签订 加上此前的美俄双边安全协议等等 是对乌克兰安全确定无疑 坚如磐石的保障 也是对乌克兰胜利的保证 有了这些强有力的盟友作为后盾 乌克兰想输也难 相比之下 俄手上周化原形 只讨到了朝的安全支持 并未得到越的安全承诺 更令俄手凶闷的是 他前期刚离开河内 越就与美进行了高规格的会谈 并称美越战略伙伴关系不可动摇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实属不易 喜欢大雄视频的老铁们 请随意的给个赞赏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